假如在中国以及国外 有一大群人都相信中共的谎言 是纯粹的天灾没有泄洪 是你们这些蟑螂对抗政府制造社会动乱 你们就该被洪水淹就该被中共打 那霸州人民是不是会非常的伤心甚至是绝望呢 但是这一大群人被中共欺骗的人 他们加持中共的邪恶能量 跟着中共干坏事伤害了正义的霸州人民 不管你人怎么变 宇宙衡量善恶的标准是恒定不变的 他们这一大群人就造了业了 未来的某个时候 他们会共同承受大灾难 所以我们不要再相信中共的谎言 误解香港同胞 反送中运动指示香港人民 不想被共产独裁奴役 不想被中共任意的杀戮 不想被中共抓去活灾器官 如果你曾在自由的社会生活过 你会认识到 自由就像人不能缺少空气和水一样 香港人曾经享有过自由 自由地活着才有幸福和尊严 反送中时 中共把很多的年轻人 从高楼上扔下来 说他们是自杀 把很多年轻人杀死 扔到海里 那时跳楼自杀和海上浮尸 突然急剧暴增 在香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大家都知道是中共干的 中共也知道你知道 中共就是用这种方式恐吓香港人民 而作为同胞的我们 是怎么对待香港同胞的 有些人是不是被中共欺骗充当了小粉红 对中共的恶行叫好助阵 辱骂港人造就了未来的灾难 过去 有些中国人每次经受中共带来的灾难和人祸时 逆来顺受 心里骂几句 灾难过后很快又被中共欺骗了 参与中共蛊惑的群众斗群众 加持中共魔鬼的邪恶能量 再一次造就自己未来的灾难 我们一定要明白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所以我们不能再相信中共的任何谎言 帮着这个魔鬼去迫害少数民族 迫害民主人士 迫害法轮功学员 宗教中说 很多人同时遭受一个灾难 那是供业所造成的供难 其实这几年 整个人类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灾难时期 大瘟疫加上局部的地震洪水 反观一下 现在中国比国外严重得多 在国外 瘟疫在2021年底只攻击人的上呼吸道 而在中国 2022年底到2023年初 天下高速 2023年的5月6月 又出现了一波小高峰 仍然有很多的大白费 海外50多亿人死了600多万人 中国14亿人死了4亿人 这次台风杜苏蕊 绕过台湾和日本 中国受灾最严重 还波及到东北的粮仓 加剧了今年的粮食危机 这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 那为什么中国的灾难比国外重呢 因为中国被中共欺骗还没有醒悟的人 以海外多 疫情之前 海外很多人认为 中国人口多市场大 中共掌握着中国 明知道中共活摘中国人的器官 很多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赚钱巴结中共 疫情开始后 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明白了与魔共舞 终究会害了自己 从巴结中共 到90%的人反共 还出现了各国联手围堵中共 这样疫情就消停了 现代人类的科技手段 对新冠病毒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 这完全是天意 法轮大法1992年 由李洪志先生传出 传法之初就说了 人类会出现瘟疫等天灾 并告诉众生 灾难的原因 以及如何走过灾难 进入美好的未来 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2020年3月 李洪志大师发表理性 我给大家念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 人心道德变坏 业力大了而来的 如果瘟疫是神安排的 什么方法能管用呢 因为这是神要做的 有人也知道是这样 也去求神保佑 可能还是不管用 为什么呢 因为人心不好了 业力大道就是应该淘汰了 为什么保佑你 人应该向神真心地忏悔 自己哪里不好 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 这才是灵丹妙药 但是目前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 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 走在一起的人的 不信你们看一看 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 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样 那么怎么办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它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中共一直不断地在害人杀人 法轮大法一直在救人 全世界多少人 罹患绝症癌症 康复了 多年的瘫痪走路了 可谓神迹变全球 还引来世界医学权威的专家 观察研究 并发表论文 证实法轮大法 去病健身有奇效 疫情期间 多少人重症染疫 因为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而快速康复 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 60%的肺坏死 医院表示 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同学告诉他 诚心地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他念了 不仅快速康复 坏死的肺 没有纤维化 而是重新鲜活 医学上无法解释 这也是出现在 世界知名病毒学家 论文中的案例之一 这样的例子 在国外有很多报道 在地震 水患 火灾 车祸等灾难中 因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而奇迹般 获救的人 也是不计其数 不胜美举 在此举两个例子 有两个11岁的小男孩 到河里去游泳 当然也有其他的人在游泳 他们两个游了一会儿 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情况 两个人就沉下去了 十几分钟过去了 还没有浮上来 人们都认为 他们两个可能是被淹死了 可是奇迹出现了 其中一个小孩 活着爬上了岸 别人就问他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说 忽然有一股力量 把他往下拽 有人说 可能是在水下 遇到了炫流 他最后没憋住气 还喝了水 他觉得自己要死了 这时他想起了 一个陌生的阿姨 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 并且告诉他 危难的时候 诚心地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他心里就念了 马上 他就不觉得憋气了 似乎有一个人 托起他 把他送上岸 而另一个孩子 却淹死了 在洪灾中 很多人都有这样 奇迹般得救的经历 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是 有三个大学生 去汶川旅游 三个人在宾馆聊天的时候 发生了大地震 两个大学生 当场被砸死 其中一个 砸得脑浆泪裂 三个人中 只有一个大学生 啥事都没有 他不是法轮功学员 但是他做了三退 身上还有一张护身符 就是印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的精美卡片 三退就是退出 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 现在中国已经有4亿多人 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法轮大法救了无数的人 所以法轮大法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景仰 获得各国的宝奖 近6000项 世界之罪 中华荣光 宝奖的内容大致相同 李洪志先生是指导全世界普世价值的指路明灯 法轮功带给人们美好的生活 甚至是挽救生命 法轮大法将开启人类新的文明 各个古老正统的宗教 各个古老民族的先知 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言 人类在末节时期 法轮大法红传世间 救度人类 免于劫难 刘伯温在预言中说 信真善人的人 各个喜乐 人人平安 每逢新年和李洪志大师的生日 来自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 海量的制作精美的恭贺卡片 寄到明慧网 在这里 我就说一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吧 每年数以几十万计 甚至是上百万计的贺卡 其中也有很多是非法轮功学员 他们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度 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他们来自中国的党政军部门 来自中国的各行各业 有的一张贺卡 是一个地区的一群人 有的是一个家庭的几个人 就是在社交平台的真相群里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 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在遇到地震 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人们常说 人在大自然的面前太渺小了 面对新冠病毒 至今人类的科技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 5月22日 世界卫生组织在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出警讯 可能比新冠肺炎更致命的下一场瘟疫大流行即将到来 世界必须做好准备 并强调他肯定会来 这说明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危险的来临 人类的大淘汰还没有过去 大家想一想 很多中国人被中共欺骗 对救度人类免于劫难的法人大法 任意的践踏密室 要造下多大的罪业 宇宙的功能是完备的 慈悲与威严同在 这是中共毁灭人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 有的大法弟子给某个众生讲真相 是为了救他 他拒绝真相 始终相信中共的谎言 还向警察举报 这个大法弟子被抓到监狱 遭受酷刑虐待 甚至是活灾器官 你知道大法弟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他心里对这个举报的人没有怨恨 他只希望这个众生 在大劫难结束之前 能明白真相得救度 因为大法弟子知道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是来历非凡的可贵生命 但是如果这个众生始终不醒悟 做中共魔鬼的士兵 诋毁灭是救人的法轮大法 他的生命无法承担这样天大的罪过 现在的人类大劫难不是毁灭 是对宇宙人间的净化 如果腐败的物质 魔鬼的因素 也能进入净化后的世界 那还有净化后的圣洁与美好吗 宇宙是有标准的 上天在选择好人 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 2023年初 李洪志大师发表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 为什么要救度众生 创世主慈悲着每一位众生 神再网开一面 情况真的非常危急 我真心希望 还没三退的朋友 赶快能够明白真相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危难的时候 诚心地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我们就一定能够走过劫难 进入美好的未来 净化后的宇宙人间 非常美好 预言中说 人的寿命都会变得很长 我们就会变得很长